外面的窗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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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就觉得说我想要把我所有的都给了 最好的都给他 二胎的话 并不是说养不起或者说是生不起 而是说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大的时间 或者是精力去给予他更好的陪伴 因为我觉得说对于生孩子这件事情来说的话 把他养活并不是一个难题 而是说把他给养好才是一个难题 手握好方向吧 其实现在说到要二胎甚至还要三胎 从根本上我觉得可能解决不了 因为现在首先养一个孩子成本太高了 无论就是从小时候到升学 到未来找工作 包括娶妻生死或者嫁人的时候 那个整个育儿成本也很高 所以可能我们暂时现在没有二胎的这个打算